为什么我们必须快速地转型成资源导向型经济 因为每天一万名儿童死于饥饿 每年超过4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 36万公顷的森林消失 52万6千人死于暴力 因为我们再也没办法承受这个脱离现实的制度 因为这个体制的繁力正朝向我们逼近 该采取行动了 创造出解决途径 团队合作 一定计划 在科学上 技术上 艺术上 还有农业 建筑业 再生能源 硬体 软体 教育 医疗 营养 音乐 还有更多领域上发展茁壮 迈向一个资源导向型经济的社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